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上周还说到过关于黑棋这招棋站完边 白棋来分他这个边的时候 黑棋拖先在全局盘上其他任何地方下一招棋 或者是在这个方向去挂脚 这样下 那么对于上边这一块黑棋的证实来说 黑棋不是没有能够使他变为实地吗 那么黑棋是不是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很难受呢 也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很恨空 总是觉得自己的空要把他护住 不肯让对方来把他掏掉 那么是不是就有这样的问题呢 那么要上周再介绍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就曾经介绍到一个 据说是一个思维上的比较高级的东西 一个比较高级的思考方法的这么一个结论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当时的这个说法就是 黑棋占完这个边 当白棋来分的时候 黑棋已经占了便宜 这个便宜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体现在如果黑棋不下这一招 白棋有可能下到这个地方 白棋当然也有可能下在这个地方 但是 黑棋下完这一招和白棋交换之后 围棋的棋子下在盘上是不能动的 下成这样之后白棋就再也没有 在上边可以走这个 或者走这个 甚至采用一些别的去向的这么一些梦想 这些梦想就再也没有了 这个就是一招跟一招交换之后 已经获得便宜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实力 一个说明 在下围棋的时候 这个 我觉得围棋上有几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我们大家尽量了解 围棋行棋的这个价值观 每一招棋在棋盘上的 它的价值是怎样体现的 如果以后随着我们大家交流的增多 大家能够对这个 能够建立自己的在围棋盘上的价值观的话 那么您下的棋就一定是相当有思想性的 就是说尽量使那些 有单观嫌疑的价值不高的棋 我们都不要下 那么有价值的棋我们去下 虽然这招棋不见得是妙手 不见得是盛招 但是它一定不会很差 这个就是围棋盘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可以学习的这么一个东西吧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棋行 第一个 这个涉及到一个思考方法的问题 黑棋帐行已经便宜了 上边沉不沉空都不要紧 都不要紧 起码在现阶段不要紧 当然我们还要回忆起来 说到黑棋用尖顶这个手法实际上是不好的 它的空呢是围不胜围 围不胜围 围不住的 那么白棋可以轻轻松松就把上边这块空给它打掉 如果把这块空给它打掉 再来看呢 黑棋在这个地方做的棋子的投资啊 这些招法 他的投资 他就收不回来 那肯定就要亏损 所以肩顶这个手法不好 扎钉也不好 跳也不好 那么 坡先可以考虑 现在从这个方向去挂脚也可以考虑 但是最最紧凑的 在局部要下 最最紧凑的下法呢 还是这个打入 黑棋就直接打入 那么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这个棋型呢 因为这个棋型呢 它比较有代表性 它可以触类旁通的 接触到很多一些别的知识 比如说这个打入 它将带来的变化 就是操大飞打入之后 接近于定式化的一些变化 这变化也许我们大家平常有些了解 但是围棋上因为它 说实话 它涉及到盘上的知识是比较多的 有些知识呢 也许我们大家一想觉得 事成相识 知道 以前曾经看到过 但是真的要问起来 有什么具体的变化 也不见得说得上来 在这呢 我们不妨把它当做一个复习 就重新看一下 黑棋打入 这招就相当好 那么白棋下一招 一般来讲是应该把它搭住 盖住它 黑棋下一招棋 就要挖 当然这个挖必须要增值有力 所谓增值有力 说的就是黑棋 白棋从这就要吃 黑棋长 白棋在把这个子接住的时候 黑棋能够 能够把白棋这一个棋子给它增掉 只要增掉 那肯定就占便宜了 或者说肯定就不吃亏了 这个可以作为一条 在围棋上比较少有的定律 把它记住 只要能拔掉一个子 增掉一个子 一般来说 就算它不是巨大的便宜 起码不会吃亏 行了 这样振子有力 白棋就吃亏了 不行 那么白棋在这样的形态下 它就只好从天上叫吃 黑棋在街上 白棋为了防止黑棋出头 必须要退这个 黑棋在冲冲融融的爬到脚上去做活 所谓冲冲融融 是说它活得不费劲 同时说它活的实地很大 接下去比较有代表性的变化 这个软头 白棋要退 黑棋一爬 同样使这个白棋的外室 是一个锦气二子头 所以白棋要强化这个外室 同时要压缩黑棋的生存空间 这个搬接就变得有必要 那么黑棋的下一招 可以尖到这来做活 上边这个木树 有六木到七木 黑棋活得很大 黑棋先走一招棋 也不过就是 贴环这个二柚四分之三子 换成木树就是五木半 就是五木半 现在已经活出一个贴木了 还要大 而且它这个活棋 是在破坏白棋已经有的两个棋子 它所具备的可以变成实地的这种可能性的条件之下 它获得的六木到七木 所以这个价值很大 说起来刚才白棋的两个子 演变到现在也不过就变成了一张破皮 这个是俗话所说的 夸张的说法 但是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 也不过白棋就变成了一道外事 这个外事能够兑换成多少实地 还是未知数 总体说来 这个变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黑棋有利 只要真子有利 它能挂着这一下 那么黑棋的变化就是有利的 这个请大家记住 白棋一盖 黑棋就可以充容的这个活棋 那么黑棋有利 这个印象呢 请大家要加深一点 那么如果你下黑棋的时候 能够下成这样 有高高兴兴的下 如果你下白棋 就要尽量避免这个下法 除非有特殊的配合 比如说这边是这样 请大家看啊 这个围棋的定型 它的好坏 往往跟全局的子力配合有关系 比如说是这样 那当然白棋就还可以 还不错 现在我们再来看 当这个白棋 他用这个搭这个手法不好的时候 那么白棋 他就可以选择 白棋就可以选择把这个子跳出来 这是一个下法 这个下法呢 大体上双方差不多吧 白棋可以跳下来 黑棋呢 下一招充容的换角 双方大体上下成这样 这样也是黑棋 它的实地相当不错 但是外事上呢 稍稍有些亏损 外事上稍稍有些亏损 总体说来 还是白棋不错 还是黑棋不错 还是黑棋不错 脚上一看 大家又是似曾相识了 这个脚上就是一个定式啊 一个简单的定式啊 但是这个定式 如果没有这两个棋子 它是一个简单的定式啊 如果最初黑棋来挂 白棋要加黑棋进角 这就是定式 这个是比较新的定式 可以说双方是互不吃亏 但这互不吃亏呢 加上这两个子的交换 黑棋在宽的一方面 白棋在窄的一方面 黑棋的宽是相对于这边而言 它是宽 白棋的窄是相对于这个棋型而言 那么这个宽和窄的交换 黑棋当然便宜了 所以这个结果总体说来 还是黑棋有利 当然白棋外围变得比较强了 如果综合当时全局别的 这个各个战场上的因素来考虑呢 白棋觉得这个外事对全局有用 那么可以认为这个下反呢 双方是互不吃亏 这个结论呢 也请大家注意 这个是一个变化 不是说它绝对不可行 根据全局的需要 也许这个也是一个下反 最后还有一种下反 就是 白棋他自己啊 无期自补 先把这个子走好 他说我看成是你已经下成这样之后 我来打入你的操打费 这个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 可以说是一个思考方法吧 这围棋上这个思考方法 如果大家能够接触多了 就掌握他的话 那是最好的 这样看成白棋打入黑棋 也可以下一招棋 也可以说 下一张牌 轮着黑棋出牌 看你黑棋怎么出 同样 黑棋选择最 朴实的下法 盖住他 这个是无可非议的 一般来说无可非议的 但是如果 曾子是 白棋有力的话 白棋这么旺 黑棋不能在这叫吃 如果黑棋接上的话 白棋争掉这一个子 这样的白棋有力 刚才我们已经在颠倒立场的情况下 说明过 此外还有一个争子 就是黑棋 如果吃掉这一个子 当时 这个全局的争子关系啊 白棋如果 这个能够增掉黑棋这一个子 那么白棋这个袜就可以成立 这个超大飞 打入盖住之后 一袜 涉及到两边的增子 大家在下的时候注意一下 看看这个两边的增子呢 是否对你自己有力 这个要 一定要在对局的时候看清楚 如果白棋能够增掉 白棋不错 这个袜 可以成立 如果白棋不能增掉 居然黑棋在这一线增子有力的话 白棋就不能袜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 假设白棋增子都有力 他才会这样下 假设白棋增子有力 他才会比较充容的到这来飞 如果增子不力 他不会这么下 如果增子不力 你也要这样下 下一招只能长的话 那么白棋在上边的这个生存啊 就比较 比较 稍微差一点 这样就会稍微差一点 其实呢 类似的棋型呢 在我们这个 实战攻防这个专题当中呢 在此之前已经提到过 大家只要 这个 记忆力比较好的话 我想能够想起来 有这个印象 行了 那么就有这样的印象 黑棋他发现这个盖柱也不好 所以黑棋的下一招 他是在这跳 他在这跳 他把白棋放出去 白棋接着再跳 然后下一招棋 黑棋用一个肩底 这个手法 试探应手 是非常好的一招 这样的棋型呢 在这个局部 这个棋型呢 是在一个周围情况 略有不同的情况下 由叶卫平和马小春 他们之间在 好多年以前的 中国名人赛 决赛的第五局当中 下出来的一个星星 很精彩的一个星星 当时的情况 是略有不一样 但是局限在这个局部呢 双方 他的意思是一样的 肩顶 这会儿这个肩顶 符合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原则 符合我们 在此之前 说到肩顶话题的时候 说到的一个原则 就是在一个子以上 在两个子以上 就一个子的时候 肩顶是不太好的 但是在两个子以上的时候 肩顶这个手法 往往是获取便宜的 有效的手法 符合这个原则 它具体的内容就是肩顶 你如果要接嘛 那当然就不用说了 这个子完全重复了 那当然是黑棋有利 这黑棋占的便宜 所以 白棋只好下利 只好下利 这会儿 当时在叶维平和 马小春那一盘棋当中 这个黑白情况是正好颠倒 那么这会儿我们说 这个棋型的是 黑棋的马小春 是选择了这个拖 这个拖 这是非常紧凑的 因为他通过这个肩顶 在白棋的这个单关的 这个棋型当中 他就伸出来一个袜段的 一个手法 伸出了这个袜 但是现在条件还不具备 所以他要创造条件 在这拖 如果你白棋要用最强的手法 在这来反击的话 你会从这捅 捅破他的棋型 他接上 接下去你还会冲 当然黑棋刚才拖进脚上的 一个棋子就被白棋吃掉了 这是很明显的 脚上白棋拔了一朵花 这个在这个小脚上 过得很舒服 但是黑棋通过这些交换之后 就使袜这个手法就成立 这一袜段 把上边白棋就完全切断 可以说这个棋型 是白棋的崩溃之形 总体说来 这个转换是黑棋大便宜 所以当黑棋来拖的时候 这是黑棋使的一个诱饵 白棋不能够上大 白棋就是单斑 这会儿黑棋在鼓这 当时下这个棋型的黑棋 是马小春 他也就用这样的手法呢 在很多年以前 这个守住了他名人位 他这个名人的宝座 他就守住了 具体的变化是黑棋虎 当然这个白棋只好退 如果在这教师 这一下被黑棋打下来 这个棋型就瘪了 所以白棋溃尔平 当时选择的就是这个退 那么经过这个交换之后 黑棋这个单官得以强化 所以他可以到这来望 白棋教师 黑棋接散 行了 大家一看 就已经很明白了 这一挖之后造出两个断点 白棋已经不能兼得 但是呢 也不是说 宝库平在这个局部下的不对 也不是 宝库平他所看重的是 二路叫吃的时候 黑棋 在脚上 在右下脚一带 右上脚一带呢 也吃了大亏 单纯在这个脚上来看 也吃了大亏 总体说来 双方大体上算是一种转换 接着黑棋把这个切断 白棋再把这个拔掉 接着黑棋再跳 当然这个拔和这个跳 交换不交换都无所谓 总体说来是黑棋成功的解决了上方白棋打入的问题 白棋变得黑棋变得比较强啊 还有相当的实地啊 而白棋呢 他也有他的收获 他的收获就是右上脚变成铁了 再把这个拔的便宜考虑进去 黑棋当然外围要走 白棋还有二路度过的可能性 还有这个余地 总体说来 这个可以说是双方很精彩的一个转换 这个就是这个棋行他的一些故事 那么我们现在再把它回复到原样 再来感受一下 当我们最初摆着这个棋行的时候 给大家的提问 给大家的提问呢 是上边这个棋行是经常容易出现的 那么如果现在轮着黑棋走 黑棋要在上边一带下 应该怎么下 这个再回味一下这个问题 再想一想我们在此之前 看见这个棋行所产生的一些想法 我们脑子里产生的想法 然后再和这些种种的变化 各种各样的下法 还有他的转换的内容 加以比较 把这一切都比较的比较清楚之后 我相信可以说 对于这样一些棋行应该怎么下 您就已经掌握了不少的武器 这个话题到这儿就姑且让他休题了 下边我举出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来这个最后再加深一下坚顶这个手法 对方是这个 对方总是有手段可使的 加深一下这个印象 同时呢 也加深一下我们大家对于坚顶这个手法要慎用的一些 这么一些印象 这个实例呢就是前不久 在富士通杯世界大赛决赛当中 我们中国的常号八段和韩国的李昌号九段 他们争夺冠亚军的时候的一盘棋当中的一个片段 当时呢这个棋他们双方就下成了这样 在上边一带啊 他先后的次序呢不是像我现在给大家摆的这样 黑棋挂完了之后拖先白棋来肩顶 黑棋下一招棋守在这儿 接着白棋在逼住他 然后随着局势的推移 白棋李昌号在左边又做了加固 在一定的情况下 黑棋昌号又在上边做了加固 就是现在这个棋形 这就是他们两位在这个决赛局当中呢 他所下出来的一个一个很少见的棋形 下边的问题是轮子黑棋走的时候 黑棋在左上角一带 他是怎么走的 有什么内容 当然你如果不走嘛 白棋他也许下一招棋可以在这跳 扩张左上角一带 他也许老老实实的在这一搬 就使这个左上角的三线到四线全部变成实地 这块控制相当大 那么藏号呢 在这呢 面对的对方在此之前的肩顶 这个手法 黑棋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文章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如果有哪位还记得这盘棋的话呢 现在也算是一种这个复习吧 一般的来讲 我们说了 肩顶被对方藏起来 这手法不太好 那么现在就来藏 但是呢 这个情况有点不一样 因为白棋在左上角 腥味为中心已经有很多棋子了 说起来呢 已经有一二三四五了 白棋是五打一 那么黑棋还照常规到这来藏 显然是下的比较重 确实不太好 下一招棋 白棋就踏踏实实的一尖 攻击黑棋这两个子 那么黑棋就已经很难办了 黑棋要逃跑可以扬藏而去 关键是白棋借着对黑棋的攻击 最朴实的对他的攻击 他的必然结果呢 是左上角一带到左边 必然变成白棋的实地 不劳而获的实地 然后中府这一代 必然出现白棋比较强的一对棋子 中府一代有白棋比较强的棋子 对全局的各处 黑棋都会有影响 总体说来 黑棋生硬的把这个子拉出来 是得不成失 所以单纯这么下是不好的 我们再来看看黑棋实战 长号是怎么下的 他首先是投石问路 投石问路 他先在左边 这个这一带呢 试探黑 试探白棋的应手 点刺 白棋最朴实的下法呢 是把它接上 最朴实的下法是接上 接下去 黑棋就可以一招点在脚上 点脚 那么这一点 就是击中了 尖顶这个手法的一个 薄弱的环节 这一点当然脚上就要出些事啊 但是具体是什么事呢 我们大家再看一看 白棋当然不能在这冲 在这冲人家一般 舒舒服服的就可以把这个子处理好 不要说你这招棋 在这团已经被人家便宜了 当然黑棋怎么下都可以了 从局部来说呢 黑棋这一道虎啊 他下一招棋 他保留这个爬 他还可以在这下立呢 这下立脚上是带着一只眼的 破掉了白棋的脚上的失控 所以这是断然不能考虑的 那么白棋能够考虑的就是阻度 现在呢 用尖这个手法呢 确实是可以阻度 这一尖就可以阻度 那么黑棋接下去 可以在脚上 活出一块棋了 当然他也不见得 马上就要来做活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棋 来了解一下 当黑棋愿意的时候 他可以在脚上做活 这个具体的方法呢 就是这边先爬完了 打之后 再在脚上挡上 尽量的扩大 黑棋在脚上的生存空间 白棋下一步一冲 黑棋一度过 行了 这个棋行很清楚了 白棋呢 可以根据他的意愿呢 选择究竟下一招 是吃掉脚上这两个子呢 还是吃掉黑棋边上的子 反过来说 对于黑棋来讲也是 我不是在边上做活 就是在脚上做活 总而言之 左边你已经有 一二三四个子的一块边 一个连脚带边的一块棋啊 并不是完全姓白 并不是完全 这个都是白棋的实地 所以当黑棋在这 投石问路的时候 白棋呢 这个李昌浩 即使是这个大名鼎鼎的李昌浩 他也感到 这个地方比较讨厌 比较讨厌 困惑 接着白棋 他一毛不拔 实战当中 李昌浩是在这挡了 这档呢 当然就 黑棋就投石问路 他就有效果了 这点是你档 他外围的活动余地 分多 借用增多 他就可以堂堂正正的 把这一个棋子拉出来 由于有了这个窗 这些借用 他就可以把这个子拉出来 他的处境 拉出来的这两个黑子的处境 和刚才 没有投石问路之前 是完全不一样 发生了质的变化 当然作为这个黑棋 可以选择的招法来考虑呢 黑棋本来还可以选择这个跳 这个跳也是相当不错的一招 清零的一跳 这个白棋会比较难受 如果白棋要在上边搬 那么黑棋就退 由于上方存在着 左上角存在着黑棋这个段 单段 这个白棋很讨厌 你要叫吃 他就从这儿叫吃 这个大家一下子就可以不摆了 由于他有这个线手 他从这儿可以穿出来 就穿出来这个地方是个虎口 黑棋全部连上 所以白棋搬完之后呢 还要防止黑棋这样的手段 那么他下一步势必还要爬 黑棋顺势在一场 同样他下一步一段 你也很难受 你也很难受 如果说 你只能在这儿来团的话 那么起码黑棋这个拐 他变成了线手 那么他通过这个跳 右手你来搬 仗着他有二路切断这些手法 黑棋上边这块棋已经处理好了 已经处理好了 所以呢 白棋会非常难受这一跳 但是实战当中 长号的下法也很好 他就直接藏出来 直接藏出来 接着我们再往下看 白棋同样他要 他不接这个呢 谈不上对黑棋的攻击 谈不上对他的攻击 具体的变化就是 你不接太拖就行了 普通情况下 拖退是束手 但是现在为了保证 这两个棋子的安全 这个拖退啊 他就可以暗渡陈昌 就已经连上了 所以白棋 想要攻击黑棋 他只能在这儿肩 接着白棋搬 试探因此 黑棋搬 试探因此白棋很痛苦 这招棋同样也是 投石问路 白棋当然是 现在一毛不拔 要把他挡住 如果你要选择这些团嘛 那当然就 这个就不用说了 这个棋行实在是太坏 那么白棋当然要搬 接着黑棋在这儿飞 请注意这个飞 这个飞实际上 已经是把 一般来讲 这个轿是应该算成先手 接着呢 再把这儿捅出来 如果白棋要切断 黑棋可以从这儿轿吃 那么这个 这个点刺出头啊 这招棋就是 它的作用就很明显了 仗着这一袋的鱼尾 它就可以在这儿下 如果没有做这个交换 就没有这些鱼尾 那么通过这个实力 摆出这个点刺呢 希望大家对于 试探应手也好 这个投石问路也好 派出的侦察兵也好 这些围棋盘上的 特殊手法呢 加深一些了解 他们的好处 是很明显的 现在黑棋就到这儿来飞 白棋挡住的时候 黑棋搬 黑棋搬 实战当中是 白棋搭住这个 这个搬当然也是 诱使白棋来断 黑棋这一般 一段他从这里冲出来 这一袋变化很多 但是黑棋绝对是找着了 这个行棋的 找着了一个借机 正好可以借着白棋 下棋的劲儿呢 处理好自己 那么黑棋一般的时候 实际上李昌浩是在这搭 黑棋 昌浩在这退 接着白棋 再把这个头鼓起来 白棋在鼓这个 确保这一块棋的出头 那么交换完这些 所有的招法之后呢 再一看呢 白棋出头了 黑棋中府这一代 好像还没有什么特殊的效果 你的效益在哪里呢 你是不是自己就做活了呢 看起来有问题 以下的招法一下 大家就很清楚了 黑棋 长号从这冲 白棋当然这个要挡住他 黑棋接着在叫吃 黑棋接着在断吃 现在再一看啊 要说起来嘛 白棋这个本来是必须要接的 可是现在你再一接呢 一看这个棋行 我们就了解了 黑棋啊 刚才这个点次和斑 原来都是为这个真子 做了埋伏 这么一来呢 他可以把白棋全部真掉 也就是说 当然白棋没有那么愚蠢 也就是说 当黑棋从这来叫吃的时候 白棋这个子不能跑啊 他已经被黑棋吃掉了 既然是这样 黑棋可不是在左上角一带就 这个简直就是 这盘棋就下完了 这样黑棋就已经剩了 所以 黑棋从白棋挡 黑棋叫吃的时候 白棋呢 李长浩一看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 他选择的是这个叫吃 他选择的是这个叫吃 这叫是黑棋 当然是把他拔掉 行了 在左上角呢 这个白棋已经很难下 第一个 他这个子不能退 这是很明显的 黑棋从这冲吃 就把白棋捅破了 所以白棋要走呢 他只能在这挡 但是经过黑棋 这个先手拔了之后 我们再一看 就会发现黑棋 已经留有一个打结活的余地 已经留有打结活的余地 打结活在这一带意味着什么呢 黑棋就有一个退路 就有一个退路 这块棋既有头在外边 边上还有结 那么黑棋完全不用担心 交换成这样之后 那么黑棋可以在这叫吃 接下去可以在这藏 他非但是自己要出头 他简直是形状还很漂亮 他简直是继续在攻击白棋 这一对棋子 这个在最初的时候 这是很难想象 所以实战当中 这一代 当黑棋拔过来的时候 白棋李昌浩一看呢 没有办法 他干脆从外围 再加补一招 断尸 加补一招断尸 而且这个棋式发展到后来呢 白棋还花了一手机 把他拔掉 白棋还花了一手机 把他拔掉 这个是以后的故事 那么我们接着这个故事说 当白棋以后花了一招棋 在这拔掉的时候 再一看呢 白棋这两招棋的交换 他又损了 他是在自己的后卫面前 尖 也可以说是一种尖底 让黑棋一退呢 上边变得更强 变成实地 这又是一种亏损 这个难堪呢 是在局势以后 发展到以后出现 现在呢 白棋在左上角 他还有难堪 这个难堪就是黑棋 下一招棋 先手叫吃 白棋拔掉 那么黑棋 是在左上角 先手做活 这个做活的木数 有多大呢 有123456 也是差不多 有七木棋左右 也是套用我们 在一句这个棋盘上的 一个套话 黑棋先走一步 也不过 就是贴环白棋 二又四分之三子 换算成木数 也不过就是五木半 现在经过黑棋 对一块孤棋的处理呢 他还活了六木棋出来 贴木都够了 而且他这个贴木 他这个六木棋呢 还是在破坏了白棋脚上 实地的前提下 获得的 所以可以知道 这个变化 黑棋在实地上 究竟有多大的收获 反过来看呢 白棋当然他也有收获 他拔得很厚 这个地方铁 问题是 在此之前的白棋 一个子 现在变得重复 在后卫的面前 他这个子 放在这都没问题 这一代也是白棋的实地 黑棋是断然不能进去的 所以总体说来 在长浩和李长浩 这个续盘战当中呢 长浩是占据了 这个明显的主动 明显的优势 这一代作战也非常漂亮 那么对于我们 对于我们来讲呢 就是认识坚顶这个手法呢 他的一些 所包含的余味啊 不甘不敬的余味啊 借用的手段呢 摆出这个实力呢 希望大家更多一些了解 那么就这盘棋而言 这个可以说是近代史上 一个画时代意义的一盘棋 非常重要的一盘棋 富士同杯的决赛 长浩呢 最后是非常遗憾的 输给了李长浩一幕半 用中国规则来说呢 是连一个棋子都不到 输掉了 最后啊 由于有些失误吧 输掉了一点点 那么就将 已经要到手的世界冠军呢 又丢掉 这个是很遗憾的一段话题 好 今天呢 我们的节目时间已到 说到尖顶的有些话题呢 希望大家能够在老子里 再回忆一下 在以后的实战当中呢 能够用得上 那么最后 我要谢谢大家的收看 有什么话题呢 我们且听下回分解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实战工方 上一次呢 给大家说到了 围棋盘上的试探应手 今天呢 我想接着这个话题 跟大家再聊一聊 上一次所说到的棋形呢 是 左上角 假设黑棋 有无忧角 加上两边开拆 然后白棋 用二路托 这个手法 去试探应手 找着自己 这个 行棋的方向 可以达到相当不错的目的 还有一个棋例呢 就是如果黑棋 是单关手脚的两亿章 白棋从里往外刺 试探应手 根据黑棋的应法 确定自己的方针 这两种手法呢 它效果都比较明显 属于比较典型的 试探应手的手法 其实呢 在棋盘上 我们大家 只要是真的把这些变化 都有些了解 对这个境界有所领悟的话 那么这个触类旁通 举一反三 这样的效果呢 是容易 或者说是可以达到的 现在呢 我给大家再举出 另外一个棋例 这也是非常有趣的 一个棋例 假设棋盘的上半部分 是黑棋的二连心 在一定的情况下呢 它下成了这样 在右上角呢 是一个 基本上无可争议的 一个定势 然后黑棋 在上边 它连成了一片 现在虽然三连心 很流行 但是由于 比方说 由于某种情况 黑棋觉得高位不合适 它在低位便于取地 这个下法呢 也是合情合理的 然后再假设 左上角 同样又下 下成了一个 无可争议的一个定势 白棋在左边开拆了 在这样的形式下呢 当然上边 黑棋如果全部就变成实地的话 黑棋 行棋的效率是相当高的 那么白棋 现在它势必要去浅销黑棋 这一招应该怎么下呢 请大家考虑一下 有些棋友会想到 这个打入 这个打入比较 比较深猛 但是要说起来呢 四周都是黑棋 这个打入啊 这个深入敌后啊 还是显得风险太大 黑棋 第一个可以盖住 白棋是否能在边上做活 这个显然是一个问题 以下当然会有好些变化 包括白棋顶了 黑棋究竟是党还是退 包括这个白棋在这来挖 黑棋叫吃 白棋街上黑棋一退 这个拖能否成为先手 拖搬退能否成为先手 这些呢都 呃 变化呢 呃都会有好些 要说起来呢 没完没了 但总体的感觉 是白棋这个下法 还是比较过分 有些棋友呢 可能会想到这一点 这个也算一个打入点 如果这个思路能够 稍微把它转换一下 怎样转换呢 就如果他很强硬的要盖住我 我在局部又做不活 那么我再换一个方向 再从这边打入 这样呢 我觉得也可以下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还是嫌白棋这个下法呢 呃 过分了一些 还是过分了一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黑棋下一招就把它顶死 我们就事论事 如果真是这样 黑棋就把它顶死 白棋这个只就算能逃 逃出来这个效果也不好 有些棋友呢 又会想着对于超大飞这个碰 这个常用的手法 呃 有些棋友也会想到 呃 应该说也算是一种下法 但是呢 我还是想说 这个下法呢 还是不是很好 黑棋会从天上搬 他不会从地下搬 他要从天上搬 让你退 黑棋在街上 白棋虽然可以直接了当的破坏了上边黑棋的潜力 但是你这两个子的很笨重 你得逃 这一逃将使白黑棋的上边自然变成实地 此外这一逃 你自己有一块姑棋的话 说不定会影响到你全局别的地方的结构 不是说这个下法就绝对不行 真正有趣的下法呢 还是试探应手的 这个顶 这招其实很有趣 呃 经常在三线的棋子被 呃 就是对付三线的棋子 在四线上去就凭空给他摁住 试探应手 这招棋呢 效果就不错 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 他究竟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 对方 在我这么多子力的地方 他还要来摁住我 这个 一般来讲 黑棋是心里是比较 比较生气的 那么就要反击 最紧凑的反击方式 就是搬 这一般白棋的下一招 照着接触站的定势 他就一定是在这儿 现在黑棋就面临选择了 这招棋怎么下就很困惑 最强硬的下法 很想断尸 先把它切断了之后 再自己接上 问题是下成这样之后呢 在这一代就出现了一个 呃 真子问题 白棋要来碰你的时候 他一定是真子有力 他才会这么下 那么如果说他能把你这个子 真掉的话 呃 那当然在这还开花了 那这个黑棋作战 当然就失败了 呃 不如说是白棋作战就成功了 同样 你要从这儿叫吃的话 白棋这一段吃 这边又出现一个增子 他这个增子也是 应该说他是有力的 那么这呃 这个结果呢 和刚才那个结果 呃 那个结果可以说是大同小异 总体结论还是白棋作战成功 轻而易举的 带着眼位 呃 他就把你的正式破坏了 当然是白棋成功 所以看起来当白棋连班的时候啊 黑棋就没有更好的办法 那么他只好接上 既然真子不利 他就不能把你打断啊 他接上 这会儿白棋最厚实的下法 他可以接上 呃 或者说最干净的下法 他可以接上 这样当然他就是简简单单的 就像一个钉子一样 扎进了对方的正式 这样一扎进去 当然就把黑棋的潜力破坏 这个可以说在这一阶段 白棋获得了成功 获得了成功 他稍微有一点花样呢 他还可以在这退 这个退的效果更好一些 为什么呢 虽然他使上边这一个棋子变成软头 但是这个软头 他不怕黑棋搬 黑棋要搬 白棋是高兴的 从这个棋式的进程来看呢 黑棋好像是在 引狼入始 一般在边上获得了一点 阴头小力 可是人家白棋顺势穿进来 还影响到左上角 黑棋三个子的生存 说起来当然是黑棋不舒服 那么他藏在这 这个棋子啊 向中府多推进了一路 和这个棋子相比 他向中府多推进了一路 他的效率就应该说更高一点 总体说来是白棋成功 那么你把它换一个方向 我们再来看一看 换一个方向 黑棋从这边搬怎么样呢 白棋也是 照原样再来一份 他还是从这连搬 这个碰完了之后 再连搬这个手法 刚才我给他说了一个定语 叫做接触战当中的定势 既然紧紧的靠住了他 对方一搬就一定要连搬 这个可以说是一种 接触战当中的定势 白棋照的定势在这一搬 一看我们大家一看明白 这个只不过调换了一个方向 实际上双方的印法内容 它的棋里都是一样 结论呢也是一样 还是白棋成功 看起来呢 这两个搬这个效果呢 可以说白棋都可以 轻而易举的达到目的 那么黑棋还剩下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朝这边退 第二个是朝这边退 其实呢两个退呢 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要说有什么区别呢 究竟往哪边退呢 是跟白棋外围的棋子有关系 如果白棋右边是这样 左边是这样 那么这个黑棋啊 他应该朝哪边退就有解救 如果你要说应该往哪边退呢 既然他这个子抬得比较高 那么他对于这一代的影响力呢 就比这边这个棋子 对中央的影响力要大 既然是这样 黑棋应该退哪一边呢 他就应该退这一边 就使这边黑棋变得更强 那么他这个位置抬得高 他的优点就不容易发挥出来 这个就是一种棋理 现在我们还是孤立的来看这个棋形 黑棋我们假设他往这边退 那么白棋下一招 他哪里用得着深深的打入呢 哪里用得着费了这个九牛二虎之力 去计算这个地方的死活 还搞不清楚 这个损得也算不清楚 他经过这一靠 一退 他随便这么一跳 他可不是就把你上边浅销了吗 如果没有这个靠和退的交换 你直接到这来掉 黑棋一拖 他可不是就全部连边 带脚全部变成实地了吗 正因为在此之前做了这个交换 他下一招顺势一跳 他就可以使黑棋这两块连不上 只要连不上 你成的空就不大 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 白棋还有反击的可能性 反击的目标就是左上角这三个黑子 他的前景就是 如果什么时候白棋在走着这一点 他价值本来就大 15目以上 同时还关系到双方的后包 那么可不是黑棋这三个棋子 逐渐逐渐就面临威胁了吗 所以白棋 他这么摁住之后再一跳 简简单单 他就达到了破坏黑棋阵地的目的 接下去还有些演变 当然就是你黑棋要长 他就挡住 这已经把你切断了 你要从这来挖白棋 甚至也可以叫吃完了之后 根据情况 或者说从理论上来说 他也是把你切断 你要断 他叫吃你长 他接上 总之如果白棋愿意的话 他可以很执着地就把你切断 这是从理论上来说 从一般的实际情况上来看 实际上白棋在外围 轻松地唬一下 甚至是轻松地飞一下就可以了 你如果真的一心一意 你还要度过的话 行了白棋也就算了 上边的空给你了 你的指令太多我给你了 问题是我的外势又非常漂亮 这个外势又势必造成在这一线白棋的潜力增加 如果没有上边这些交换 白棋是不可能做成这个外势的 彼此校长的要点吗 你白棋怎么可能跳着这个又跳着这个 甚至连这个都走着了 就算你跳着这个 就算你下一招再跳着这个 黑棋他要补吗 也是补在这儿啊 他城的空要大一点 白棋的幅度要小一些 可是我们大家和 再比较一下 和刚才这个棋行比较一下 下层这样的时候 黑棋的棋行和刚才那种空的棋行 是不可同日而已 当然你如果要从这一线出头 会带来很多变化 究竟选择哪一个点出头 又会带来更多的变化 但是大体上来说 它的道理就是 你一定要出头吗 我当然顺便就切下去 这个地方可以认为是白棋作战成功 但是这个简单 可以说是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 比较简单的一种手法 大家要接受这样的手法呢 我想象中呢是比较容易的 在这个简单背后呢 还有一些更精彩的招法 我也顺便介绍给大家 比方说 一压一退 白棋这么一跳 应该很满意 但是有些情况下呢 白棋他出于某种理由 他又不太满意 他在这呢 还可以使用一个 这个比较高级的战术 可以说给对手呢 设置一个陷阱 在有些情况下 这个陷阱是什么呢 他可以在这搬 他卖一个破绽 让你来断 这个下法也很有趣 大家呢 也可以了解一下 既然是他搬了 当然他下一招棋 如果再压过来 这个棋型很好 或者说他下一招棋 就算笨章 甚至是虎 这些他这个棋型 不是很漂亮吗 简简单单就把黑棋 给分断了 所以他既然要搬有断点 黑棋就一定要断 可是碰上黑棋断的时候呢 白棋如果说 直接把他打出来 这些下法呢 就是典型的鼠手 这招能不能接着压 显然是有问题的 接着压人家断吃 这个白棋的棋型呢 就崩溃了 可是你如果不压出来 你接人家一拐 你上边能不能活啊 稍稍计算一下 就会发现呢 实际上白棋活不了 而白棋他既然要搬 又使你来切断 他下一招真正要下的棋呢 是在这碰 借机腾挪 这个下法是非常有趣的 不见得在这样的情况下 白棋就一定要这样下 我只是说 他也许有某种理由 他想这样下 什么样的理由呢 这个理由要给他 假设一些条件 最最起码吧 白棋要在全局别的地方打结 他要给你打结 那么他在这搬 又使你来断 他结材就多了 他这个一碰也是结材 接下去的下法也是结材 最最起码是这样 此外呢 根据左上角一带黑棋的 他的处境 或者左边一带白棋模样的前途 他这些呢 有关系 他也许会这么下 这一碰 黑棋 怎么办 一般来讲 断向一方长 他还是要长 白棋下一招 他就可以在这搬 这一搬你不能 再鼓出来 让他打吃这个 打吃成这个鱼形的话 这个白棋要做活呢 可以说就太轻松了 首先呢 他一接 他一接 当然这个黑棋就出现鱼形 白棋全部 这个 可以说把这一带的空 全部破掉 你下一招还不能切断 这切断的变化 就非常简单 都不用我说 那么黑棋 你只好叫吃 白棋顺便 再把这个接上 现在一看 不要说白棋 爬这个黑棋不活 不爬这个黑棋 已经 这个没有活干净了 所以这一般的时候呢 黑棋势必 他要退让 他只好下蹲 那么白棋呢 这招棋可以在这退 也可以先把这个接上 根据情况 他有这样的变化 他一碰 那么有这个外边 斑的余地 他可以在外边 封成更好的外式 你下一步要拐过 那么白棋 他可以在这尖 这个外式封得很完整 如果他有特殊需要的话 白棋可以这样下 此外呢 他还可以在三路斑 这一般呢 也是算是 藤螺当中的一种下法 只要左上角的 这个棋形啊 符合这个条件 白棋就可以利用这个断点 在这碰 利用的就是 又使你来断 然后我在这碰 根据你的下法 然后再 这个 选择他的 藤螺的目标 虽然在这个棋力当中吧 因为摆到这呢 我想起了 虽然在这个棋力当中 白棋这样下呢 应该说多多少少 有些过分 但是在别的情况下 也许就有这样 制造一个断点 让对方来断 然后进行 藤螺的 这样的手法的存在 大家以后在实战当中呢 就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这个 使用 畜类疼通 这样就可以使用 那么 这就是这个棋形 是他应手 这个碰 他的一些变化内容 那么 还有一种情况 这个也摆给大家看一看 在 左上角一旦 下层呢 一个基本的定式 黑棋呢 是在这飞了 或者我把它换一个方向吧 这样呢 黑棋是在这飞了 白棋拆了 这个也是一个 无可争议的一个定式 最简单的 那么随着棋式的进程呢 在有些情况下 白棋 他就会在这跳 这一跳就变得 在有些情况下 就变为大厂 很大 什么情况下呢 如果黑棋 左边一带很有发展性 如果左边一带很有发展性 可不是这一跳就变大了吗 因为如果你不跳这个的话 黑棋他一点 用我们已经知道的 对付拆二最有效的手法 天上一点 你挡住再一盖 左边一带 黑棋不就大起来了吗 既然是这样 那么这一线就是双方必争的制高点 所以 在有些情况下 白棋就在这跳 那么 在这样的时候呢 黑棋 他也是随着骑士的进程 他很想在这试探 试探应手 点刺 这个棋力呢 出在50年代 吴清源大师和日本的 阎田达民 九段 他们两位下棋的时候呢 出现了这样的棋形 在五六十年代吧 很久很久以前了 那会儿呢 也有新卫 也有小飞印 也有这样的下法 那么当时这个棋 下这个棋形的白棋的是 吴清源大师 阎田达民呢 就到这来刺 他就到这来刺 当然他是看你 是他应手啊 这是高级战术啊 看你究竟是接呢 还是 从边上爬 如果你在边上爬 当然黑棋 留有这个穿断 这个外围 黑棋的 他的势力 他的发言权立刻就增加了 甚至他立刻就可以穿断 你要挖断他 他叫吃 你接上他再一退 这个是一个下法 你要挖断他 他叫吃 你接上 他一退 下一招 无论白棋怎么下 黑棋已经先手 把左边的头抬高了 这点是显而易见 这两个子呢 可以不要 你要吃我就不要 此外呢 他利用这个断点 利用这个穿断 就使白棋的下一招 再要向这一代 众生的时候呢 就有顾忌了 为什么呢 这里又有一个断呢 那么你白棋在这接 你在这接呢 根据这边的情况呢 将来黑棋这一线 游子的时候 他对白棋来说 就是一个很讨厌的事 他这代如果游子 他下一步来盖你 你怎么办呢 你只好退 你退的时候 他下一步再有虎 可不是 这个在上边 这个黑棋就出现好形了吗 他先手把白棋 这个拆二加小飞 加单棍花了四招棋的地方呢 紧紧的压缩在内侧 接着我们这个故事 再往下这个 可以 想象一番 接着什么黑棋 什么时候 再把这个 十五幕左右的大棺子 挡住了之后 下一步再把这个子 加了 吃了 白棋这块棋还没活的 最初花了四招棋的地方 现在居然还不活 或者说发展下去 居然还不活 不要说 不要说黑棋什么时候 这一代有先手 就是直接黑棋下这一点 白棋就比较难受 你不能被他盖住 那你怎么走呢 后来一看呢 你还只好跳 那么黑棋再一尖 你再一下力 行了 白棋这个形状呢 可谓不错 但总体说来 还是难免有这个棋子效率偏低 全部团成一团的 这么一种印象 这个就是黑棋 这个就是黑棋点刺的 试探应手的意思 可是呢 没有想到 黑棋在点刺这一招的时候呢 吴清亮大师呢 下出了很漂亮的一招棋 这招棋呢 就是在这搭住 这招棋就是在这搭住 这一搭住 这个当时这个 延田达民九段呢 立刻就赶到这个棋 就没棋下 不好办 实战当中呢 发展下去是黑棋不得已在这挡住了 那么白棋呢 他在这鼓住 把下一招棋 白棋的这个叫吃 是先手估算在内 可以知道黑棋这个刺啊 他不仅没有一点便宜 反而还亏了 为什么呢 你不能下去 下去人家封锁你 把你吃掉 那么你退 退人家连上 关键是左上角一带呢 已经先手被白棋挤压 黑棋这个棋型 已经先手被白棋挤压 所以总体说来 黑棋反而亏了 这个是他运手 那么 当白棋搭的时候 黑棋这儿不是明显出现一个冲断吗 可是在这个特殊情况下 你冲断 这个白棋一望 黑棋无法散后 只好叫吃 白棋接上 现在我们再看这个棋型 就会发现 你黑棋不能在这儿叫吃 从吃掉这一个子的角度来说 这是一个真子 就已经把白棋吃掉了 问题是白棋下一手棋 他一捅吃的时候是双叫吃 你可以提掉我一个子 我把你这个心位这个子拔掉 左上角对于黑棋来说 已经一塌糊涂了 这是惨不忍睹 这绝对不行 那么你只好接上 接上 当然白棋现在从这个地方捅下去呢 也很痛快 也很痛快 但是白棋最凶的下法 他干脆把这个拿回来 他下一招棋就把你这两个子吃死了 这你受不了 你必须要处理 那么他再把这个捅下去 这样一来 黑棋也是崩溃的形状 所以正是由于 当时这个盐田达民九段 他对于 在里头去刺 获得便宜 那么 结果呢 又发了吴庆人大师的好手 从这儿来搭 这个黑棋立刻就 这个 这个偷鸡不成18米 这个是这个棋行的故事 要说点次呢 也是说到一点 就围棋的格言呢 一般来讲叫做逢次必接 可是呢 实际上格言 他也有他的片面性 我们大家 对于具体的棋行呢 如果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对于棋行的特征有 有相当的了解 那么就可以在 格言可以说是在经常情况下 是管用的 但是会有一些比较灵活的 一些有自己特色的一些理解 这个地方就是 白棋不要按格言 逢次必接 而是选择了漂亮的一个搭 用这个方式呢 使黑棋遭受了巨大损失 但是呢 这个棋声音 我又把它变一下 就是在 也是前不久 这两个大外 一位是刘昌鹤 他们两位在下棋的 一个棋行 大师呢 在棋界是高高在上 对了 好吗